我是CISO AI的产品经理Can 然后很高兴今天受到人工智慧基金会的邀请 我们CISO是一间做AI的语音技术为底层的一个形状公司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语言的模型 还有技术的一些应用的看法 那也顺便说明一下我们公司接下来 对于像这样子的应用场景的一个发展方向 好那这个是我们待会会讲到的一些内容 那当然包括我们的CISO AI的一些介绍 然后还有说我们基于语言模型的一些产品的组合 然后还有说我们今年预计会推出的其中一款会议管理系统 那也就是我们用了NLP的语言摘取等等的技术 做出了一套向协助企业界去管理我们的会议的一套系统 那最后就会再说明一下我们对于这个产业的看法 OK好那先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讲实其实有两位 就一位是我 那另外一位的话是我们的技术长 不过那他也在线上 然后待会在Q&A环节 如果有一些比较偏技术上的问题的话 就是我们的不过他也可以协助做回复 好那我这边先介绍一下公司 就是我们公司西州亚它其实是在2020年创立的 那目前在台湾跟西雅图总共有大概20人的团队 那旭城跟国有他们其实过去就有创立过 以IA技术为主的公司 那他们是在NLP技术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其实就很早就开始创立了 那后来在前几年有被百度搜购 那搜购过后又过几年 他们决定说再度进行创业 于是就创业西州AI 那西州AI的话 目前是在跟Tradio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Tradio 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 它是一个云端的通讯平台 那它在疫情期间就是大概两年前 当时的估值最高有到700多亿美金 对所以是一个非常被看好的一个产业 那它我们跟它是一个合作关系 然后我们协助它在包括像东南亚等地的市场 去开展我们的业务中心 那西州提供的服务就包括像是我们的一个跨国的客服中心 或者是AI的智慧会议管理系统这样子的几项技术 好那西州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就以西州而言的话我们目前有包括像是我们的CChat 它是我们用来协助企业建立ChatBot的一个聊天机器人的技术 那CBoys是我们用来处理包括像是云音转文字 或者是文字转语音等等的一个模型 那CWord是我们另外的一个NLP的栽询模型 就是我们用它来进行我们的一些代办事项 或者是会议的摘要还有这些内容的提取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有像是 就是CCode就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底层的一个code的编辑器 对那我们运用了这几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相关有发展的技术 那我们运用的这些技术发展 包括CX以及Cmeet这两个主要的产品 那CX就是我们刚刚有介绍到说 我们的一个线上智慧的客服中心 而Cmeet它就是以商务会议记录为主的一个产品 OK好那这边可以说明一下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是我们的一个客服的人 他在线上客服的人 他在应对我们的用户的时候 所会用到的一个界面 所以今天不管它是通话 或者是不管它是文字讯息 其实它都可以把一个多渠道 就是一个多通路的一个讯息全部收拢在一个地方 然后让客服的人可以直接在一个单一通路 就回复所有的相关的讯息 那我们过去Cmeet其实就已经存在了 但Cmeet当时主要是作为我们的CX 也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的一个加值服务 那它的话就像大家可以在画面中这边看到 就是我们可以协助客服主管 因为说我们可以协助客服的人他将每一通的通话记录 他都做成书字稿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位客服主管 他想要去评估某一位客服人的表现 他比较难去每一通电话都是一一的停搏 那其实当他今天有可能接到投诉之后 他只要打开这个会议记录 很快的看过 那他们之间讨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他其实可以比较快的去再取到重点 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有用我们的模型去协助他做会议的主题摘取 以及我们的会议摘要 就例如说好我们今天可能讨论了退款 或者是说我要购买一个新的服务的事项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有说包括像是一些会议主题的摘取 就例如说好可能我们再 例如说好我今天取一个游戏业好了 可能我们就特定的比较常讨论到某个游戏 然后他的可能最近常常有人要要求退货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主题式的topic摘取起来 那当你一个月回去回顾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发现说我们过去一个月 针对某一款游戏的退货的请求特别的多 那我就可以了解说那可能公司目前有哪一些事项正在发生中 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我们将他做成了一个这样子的通话记录之后 我们也可以协助我们的客服的人去分析说他的对话的轮述 然后还有说他的对话的频率 就是说话的频率等等的 那例如说今天我如果一个5分钟10分钟的客服电话 然后我发现到我的对话轮述非常的少 可能只有5次10次 然后我再去看我的对话时间的分析 我发现我们的客服的人可能对话的时间占了7成以上 那这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 因为这可能表示说我们的客服的人 他在跟客户应对的过程中 他在急于想要表达自己 那以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过去跟客服的合作来讲 结果我们发现到跟客户保持一个大概1比1的对话频率 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那甚至是说我们会让客户那边多讲一些 多抱怨一些 抒发他的心情 所以一个大概47比53左右的比例是还不错的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数据分析 我们去了解到我们的客服的人在这双电话 如果表现的不好 是不是说他可能表现的太多了 那没有让我们的用户有足够的表达机会 那或者是说他的像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对话指数的分析 那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上线和下线 那如果超过那条线 可能你的对话的速度就太快了 那如果低于左边那条线 就是你对话速度可能太慢 那所以如果太快的话 那当然就是用户有可能会没有办法理解 你要表达的意思 那太慢的话 客户就可能不耐烦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一些的分析数据 来协助我们的客服席位 去了解说他在这双电话里面的表现 那除此之外 我们有一些其他比较量化的数据分析 就是说包括你每个小时 可能会接听几通电话等等 然后还有说你的一些服务的时间线 那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去评估说 这位客服的人他目前在他的客服的接听 或者是应对上面 有没有什么问题等等 好 所以这是我们Cmeet过去在的应用场景 他就是以客服为主 那我们当时的客户主要都是以包括北美地区 或者是东南亚地区 就主要是有一些企业 可能讲中文的企业 那他可能要出海的时候 他们会选择用这样子的方案 那或者是在一些北美的客户 那他们其实有跟我们从去年就开始一直讨论到说 他们希望也可以把这样子的技术应用在商务会议的场景上面 所以我们从去年就开始跟他们讨论并且进行规划和开发 然后我们在今年推出了这样子的Cmeet的智慧与会议管理系统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就是我们期望的是说这样子会议管理系统 他可以协助我们的团队在商务的会议结束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会议进行当下 我们可以及时的做会议的转度 还有笔记的整理 那当会议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产生一个可以持续跟进的代办事项 然后可以用这份会议记录来同步我们团队中 或者是甚至是与客户端的一些认知 然后我们协助去挖掘里面有价值的insight OK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需求产生 就其实我觉得对于企业而言 如何开行一场会议 让它变成一个有效的会议 以及要做好后续的追踪 其实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那现在企业光是要开好有效会议这一点 其实就有一定成为挑战 像是现在其实我们的会议通常都非常多 然后但是就正因为会议太多了 所以我们的与会者常常在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下 他就参加了这场会议 或者说他可能了解流线 变成我们在会议中花费了很大量的时间 在做一些知识的交流 或者资讯的交换 让他们进入状况 这其实就会占据非常多的时间 那议程控管不是另一件事情 例如说我今天假设有一个一小时的会议 但是我们假设有三项议题要讨论 那其实理想上应该是可能每20分钟 我们完成一个议题的讨论 但如果没有一个议程控管 我们可能就会导致说 我今天一场会议光是第一个议题 大家为了要各自表达各自的意见 那最后开了40 50分钟 那最后的结果就变成说 要嘛我们准时结束 但是最后两个议题没有被妥善的讨论 或者是我今天把 我今天就是说 好我们交换完的意见 那我们要另外再开一个会 然后再去做出决策 其实这就会导致我们公司在运作效率上面 比较不脏 对那再来是说在会议结束之后 我们的各个代办事实上 有可能有一位可能有些部门 他是用Live去记录的 那有些部门可能是用Word 那有的部门可能用Google Docs 然后大家彼此存放的地方又不太一样 所以这会导致说我们比较难去追踪 他的一个后续的执行成效 好 所以在其实以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的每一位基本上一般的人工 其实每个月每个礼每个礼拜 他基本上都要进行10场以上的会议 那中高界的主管根本不用说 他们每个礼拜可能有二三十个小时以上 都是在开会的 换句话说 他们有六七成的标准工作时间 其实都是在进行会议的讨论 那当这么多会议的时候 他很容易发生的就是资讯过载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他会议结束之后 他没有办法去有效的登进 或者是讨论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仰赖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专案负责人 他可能是我们的专案经理 他有可能是我们的业务等等的 那他们会负责去把这些资讯收容起来 然后去传达给各个利益的关系 就例如说好 我今天假设开完这一场会 我知道我有哪一些 就是要开发的清单 那我要传递给我的研发部门 但如果因为事情太多 没有及时的传递出去 有可能等到我要更新的时候 这个资讯已经过时了 或者他们已经从另外的地方 接收到一些片面的咨询 对 所以我们时常在企业中 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资讯的传递不及时 或者是说没有同步 而导致整个团队在运作效率上面的低落 对 那最后不外乎就是团队之间 可能会开始出现增值 那可能业务跟PN报认 然后PN跟研发部报认 然后彼此之间互相提示 对 所以专案负责控管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甚至是说今天我如果有一些组织异动 他如果没有妥善交接的话 他都可能造成我们未来的专案跟资讯的一些断层 OK 好 所以这边只是一个会议记录的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好 那我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好了 就是我不知道对大家而言 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子的会议记录 才是足够完整 让大家可以去同步的 因为你记得多了 那他可能没有人会去看 但是如果你记得少了 你事后要回过来追踪的时候 其实他又不是那么有效益 那我举一个之前有看过的例子 就是我知道有某一间公司 他们专门在做公部门的标案 然后他们当时就是因为公部门对会议记录都比较严谨 所以他甚至要做到有点类似组织稿的程度 那他们为了要做出这份的会议记录啊 他们投入了多名的PM 就是一开始可能小PM先产出的部分的会议记录 然后中PM大PM再下去看 那接着各个有关的部门 包括说业务部或者研发部 他们认为说这些也跟我有关 就是我要知道说我接下来要处理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也都挑进来看 他们前前后后光是把第一份初稿产生出来 就整整花了大概两周左右 然后如果你把这些人的公司 还有他们的薪资摊下去算 就随便出抓成本一定 光是这个初稿 他的成本就在20万以上 那就我所知 那一份会议记录最后出去的时候 应该已经到了第十几版 所以你甚至可以说 那个会议记录的成本可能在30 10万以上 好那可以不做会议记录吗 那以这个例子来说的话是当然不行的 因为这个是客户本身就有要求 但是即便客户没有要求 我们的企业其实也很难 因为成本的问题而去舍弃 那不然的话我们有可能导致 专案无法结案 那最后的责任可能就是 我们几千万几亿的专案 就可能会出问题 那如果他 所以会议记录还是必须要做的 对那可是如果没有要求 那我们也要确保说我们的专案的负责人 他是就不会离职的状况 就因为像过去我们常看到一些状况是说 我们的专案负责人离职了 那他可能没有妥善交接 那对于其他接手的人员来说 他可能根本不知道 说我们的企业 就是我们的负责人 他之前跟客户讨论过 或承诺过什么 那今天即便好了 我们的负责人 他是有妥善的交接的 我把我每一个代判事项都继续迷移的记录下来 可是当交接完之后 我们往往发现到的是说 当你实际下去做的时候 发现这件事情也不知道当初讨论什么 那件事情也不确定 因为我们的会议记录 其实往往都是集中点而已 很多的细节 你事后要回去查找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不便的 所以这是我们面临到的问题 就是今天我如果要同时兼顾细节 就是要继续迷移的记录到会议的内容 然后但是又要同时再举出重点 这个可能就必须要透过一些自动化的方式 去协助我们的专业的负责人 去做这方面的管理 OK好 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觉得CMIT的 可以做到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就是说好 在会前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样子一个会议的管理系统 我们去把要开的会议都公布在上面 然后它里面的一些议程的内容 都可以进行讨论 让大家有效的去同步资讯 那在会议进行当下 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的会议转录 来即时看到里面的讨论内容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笔记 来确保大家不会遗漏里面的资讯 那当会议结束之后 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的代办事项 来追踪它的讨论的内容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就是摘要 还有笔记来追踪它里面的一些执行的状况 那所以在我们是怎么产生这样的会议记录 一开始我们会先借我们的ASR的辨识引擎 那我们会去帮我们协助做会议组织稿的摘取 那在摘取出的组织稿之后 我们会再用我们的NLP的模型 那去把会议的 例如说会议的主题 或者是我们的会议摘要和代办事项全部都摘取出来 然后加到我们的会议记录当中 那在整个会议结束之后 我们会把会议记录里的资料分发 分类到我们的DB里面去 那把它各自的储存 那当我们事后 例如说一个月后两个月后 假设我有几百场会议已经结束了 当我今天要回头去查找某一个会议的时候 我可能会想请他帮我做一些摘要 例如说好 我们过去10天或20天的成会 我们可能都讨论了些什么事情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予以查找的方式 请我们的copilot直接的帮我们找出正确的解答 OK好 所以你刚才讲的话就是说 我们一开始会先用像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去在会议进行的当下 我们就立刻的即时产生主制造 然后并且我们也会同时的产出 我们的会议摘要以及代办事项 所以例如说今天我假设有一位主管好了 他可能临时因为其他会议冲突 没有办法即时加入到会议中 那当他今天中途加入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看我们的会议的栽摇 然后一一解说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讨论了这些事项 那我们也做成了这些决议 所以我接下来的话 就只要跟着顺着脉络 继续往下讨论就可以了 我这边也分享一下 我找一下有没有比较适合的会议 我这边分享一下另外一个 实际我们昨天进行的一个比较不涉及到经线性问题的会议好了 对就是这个是中文的 可能大家看的会比较有感 对就是这是我刚刚昨天跟另外一位同事讨论的一些内容 那只是简单的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当时有讨论到一个形状竞赛 然后我们就我们在会议中 就是我们昨天就会产生出一些组织稿 那在右边的部分 就是我们可以去摘取出一些我们的会议主题 然后中间的话就会有我们的摘要 就例如说我们讨论了一个新创的竞赛 然后我们要去参加说明会 并且我们在什么时候 我们要提交什么样的内容给主办单位 然后我们甚至是说要用公司这样去处理 那我们就可以快速把像这个会议 大概进行了20分钟左右 那么就是把会议记录 这20分钟的会议就是做成这样子的载药 以及一些代办事项 那我们就可以去 在事后很好的去追踪这件事情 好 回到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会议进行 当下就可以做到的事 那当会议结束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刚刚做完的会议记录 就是我们可以设定说我们要储存到哪个位置去 例如说我要存到我的Google Drive 作为我的共同储存空间 那并且把它输出成类似我们的Google Docs的模式 那大家就可以在那边再做后续的处理 然后把它编辑成说你觉得合适的一个文件的格式 然后并且寄出给其他的与官部门 好 那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么多的会议记录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是会把它收拢成一个像这样子的 会收拢成一个像这样子一个会议的清单 然后我们也就可以用一般的查询方式 像我们有资认一般的查询方式 例如说好 我今天记得可能我们的财务长 或者说我们的策略长好了 可能之前有讨论过某一件事情 那他可能有提论过我们需要第二季 或第三季的财务报告等等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查找 然后想办法去找出当初的讨论的会议 OK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就是其实我们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就是说像是不用说就是像我们的SR 其实最常面临到的也过去大家最常讨论 就是说我们的不同的口音 还有说多语夹杂这样子的环境 就例如说好了 以英文来讲 其实我们有一些南非 或者是说可能东南亚像举例好了 菲律宾 南非的话英文是母语 然后菲律宾的话英文也都不错 但是其实他们的口音还是跟我们传统习惯的 可能英美腔会比较不一样 那甚至说澳洲或者是说纽西兰 他们的腔调可能也跟大家所熟悉的比较不同 对所以这会是一个辨识上的挑战 那除此之外的话包括像多语夹杂 像我们在会议中 我们可能讲到一些专有名词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习惯去讲一些专有名词 像我刚刚提到可能TTS STT或者说NLP 那甚至说有些人可能会习惯说 你把这个report明天交上来之类的 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会需要去做处理的一个问题 对那像我们现在的话就其实为了要做这样子训练 其实我们有做到的是我们透过我们有一个pipeline 它可以自己的去收集相关的素材 然后再做自适应的训练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有办法去处理到的一件事情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就是用这样子排行 还在持续的调整去我们的辨识模型 那除此之外的话 另一个会议记录的问题就是说 你的重点可能不是我的重点 就各部门之间像是业务部或者是专案部门或研发部 他们可能各自有各自要处理的事项 那我们要怎么去帮他全部收容起来 然后呈现出各个部门都要看到的资讯 这其实就是另一个问题 好那再来我们现在如果要做语意查找 其实一场会议我们讲一个中文会议好了 一小时可能有大概一到两万字左右 那假设我这个月进行了两三百场的会议 那就意味着我的我光是这个月的会议 其实我就两三百万字了 那我要怎么样子去找到我要有资讯 例如说我今天举刚刚的例子 我可能问到说 那可能某个人好了 对于我们过去一个月 我们的研发进度的看法是什么 对那我们要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需要在这么大量的资料里面去做检索 但如果大家对Changept摸的比较深的话 就是就会知道说像这种予以查找 其实你在每次丢出去的讯息量 以及回来的讯息量其实是有限的 因为他必须要兼顾到他的搜寻的效益 所以在我们自己的模型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兼顾他查找的速度 以及他查找的准确性 然后又要又要能够及时的回复到正确的资讯 其实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所以对我们而言的话 我们觉得为什么这样子一个智慧会议管理系统 其实很重要是在于说 第一个他当然可以快速的协助我们的专案负责人 可以去产生一个会议记录 并且可以让他的团队去同步 这是一个会议记录 基本应该要留的功能 但是除此之外 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 大家会忽略一件事情是说 其实我们的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 他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大小小的会议中的讨论 做出了决策 其实会议它本身就是一个domain 或者说你的知识的碰撞或交流 他在里面讨论完了之后 做出了一个决策 所以其实当我们今天把这么多的会议知识 会议记录做了收容之后 他就可以变成一个企业的知识库 特别是说其实很多中小型的企业 他们的人力不充足的状况下 他可能很难自己去维持一个自己的知识库的存在 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把会议资讯收容起来之后 变成它一个可以持续增加的 我们认为这会比单纯的协助 做成会议记录要更有的价值 所以当未来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 他就能透过我们的系统去查询 我们过去的会议记录 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未来决策的支撑 最后我们讲一下说我们的这一套 Signity这样的一个产品 我们目前是在MVP host beta的阶段 所以我们已经有跟了一些客户 以及合作伙伴在进行测试 那预计今年我们会正式的走向产品的发布 然后就是开放给大家使用 这样子 OK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产品的一些基本的介绍 然后就是欢迎说大家如果有任何 想要了解的更深入的资讯的话 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在左边的QR Code 是我们的官网 那大家可以上去做资讯查找 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欢迎透过右边的连结 或者是下面的信箱都可以联系到我 那我这边会再做回复 OK 明镜需要您的接受 有关的 谈论 继续 继续 试图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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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